陈佩兰就读大学时忙于学业和工作 常觉得心力焦脆 一次在路上忽然看见美丽的天空 顿时觉得疲劳消除 于是创作了一系列以天空为主题的作品 辽阔的天空 缤纷的色彩和太阳的光线 交织成一幅幅令人充满希望的景象 这件作品大家会感受到 好像天空比较阴暗昏暗的感觉 那其实我是透过构图的方式去表现出 当初我跟家里的一些磨合跟摩擦 我自己觉得它很像带给我希望的一道光芒 还是会希望说最终事情都会找到解决的出口 那还是会有一扇窗可以引领我们走向美好 她的话看起来就是因为人比较多是海浪啊 然后夕阳就会看起来比较疗愈 陈佩兰创作的灵感 都来自艺术家日常生活所见醒悟 灰暗中振脱明亮的光线比触细腻 温柔中带有奔放的色彩 我觉得看它的画就是很有像在看风景的感觉 然后很像大自然很显示 准备来说绘画是与自己对话的过程 通过调色构图抽离现实的人生 用无声的影像编织出另一片美丽风景 新唐亚太电视林立台湾台中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